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 是独摄六根静念下极 独摄六根是什么意思呢 把心收回来 那我们的心在眼就见吗 在耳就闻吗 你把见闻觉知收回来 不要原外不要对外 这叫独摄六根 实在讲儒家的世间法做学问 也是这个道理 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它了 求其放行而已 跟这句话是一个意思 学问之道是什么 把心从外面收回来 记住意思 我心放在外头想东想西 想过去想未来这都是错误 把心收回来 静念相极 你这种要静 什么叫静 你驾杂就不静 我念佛里头还想东想西 这个不清静 又怀疑不清静 不怀疑不驾杂 那个叫静静 相极是不间断的 不一定是佛号不间断 这功夫不能间断 那就是这个不怀疑 不这个不驾杂 这个不能不能有 你要保持这个功夫 这个功夫这样不间断的话 那是才会产生力量 那这就叫功德 这个道理你要懂得 就不在乎念佛多少 念再多的佛有什么用呢 古大德常讲了 口念弥陀心散乱 含泼喉咙也枉然 什么时候念到自己心地清净呢 这个有用 所以注重这一点才是正念的 那这不能不知道的 下面第八个问题 在内蒙古地区 送王者去侯画场时 举着翻盖 上面有佛菩萨名号 请问这样是否如法 应如何做 能使王者清有 生其信心 这是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 那么应当亲戚朋友 大家习惯是当地 要用当地的这个礼俗来做 大家心里都欢喜 用其他地方的说 那你要先说明 先不加以说明 别人就会见怪 这一点要懂得 那么这样 清有能够生其信心 对于王者 对于王者 关系很大 如果王者修行如法 临走的时候 瑞相 稀有 大家看了 就会生其信心 那么 那么还有一些感应很多 也足以能教人生其信心 那么至于自己的家庭眷属 一定要懂得帮助王人 古德 古德 有一个小册子 叫赤宗精良 专门呢 专门呢 说明这个往生 祝念要注意的一些理论跟方法 那么这个书呢 是秦贤的 文言文贤 现在人看 有困难 那么民国民间 也有人把它重新 用白话文改写 叫赤宗须知 那就容易看 现在我们可以能看得到 那么这个书流通量也很大 一般道场都可以能找到 要多读这些书 要有这些常识 祝念的功德不可遂 老法司与记者对话中提到 佛教不是宗教 但社会上普遍认同 佛教是宗教 否则就不叫佛教了 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这个好像是何首信问的 亚史何首信问的 佛教本来不是宗教 这个我们讲的太多了 佛教是教育 摄加勒尼弗一生 世线觉悟之后 他就开始教学 教了一辈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 释述加勒尼弗一生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从三十岁 他是七十九岁远吉 七十九岁 四十九年 经用了四十九年 那么三百多会呢 就像我们现在办班 办班呢 办了 办过三百多次 每一次 规模大小不一样 时间长短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 一次的时候 好几年才结束 有的一次的时候 过这几个小时 世尊当年在世 无论是跟大众教学 或者是个人向他请教 他给他解答 全都是讲经 你这样才能够体会到了 他这个讲经四十九年 确实没中断 而且每天的时候 是大量的时间 都是在教学 跟中国孔子没有两样 孔子教学五年 佛陀教学四十九年 这个在古圣 东西方 古圣先行 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时间最长 那我们晓得其他宗教 那我们晓得其他宗教 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教学 二十七年 耶稣教学三年 他被人害死 所以佛陀教学的时间最长 那么换一句话是经验最丰富 智慧也是最圆满 我们说福 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的福 所以我的老师 张家大师 一开头 他就叫我去读 释迦牟 释迦方志 这两种书 唐朝人的著作 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他的内容都是从经教里头记录下来 确实是数二不足 全是经典里面经文 讲释迦牟尼佛 我们多了之后才知道 他是个学者 他是个教育家 用现在人的话来说 他一生做些什么 就是现在人所讲的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中文化的社会 ieso总之的 他们的节目 扶部 感 だ 我 你